工研院 高舉著2024年愛迪生獎 工研院一金三銀的榮譽 不僅代表台灣在生衣 紡織與顯示器領域 最頂尖的科技實力 且能與美國陶氏化工 康寧 杜邦等國際大廠 定價齊驅 你像一個新興建築物 你不只是看著品質 但你看著整個程度 如何配合在供應鏡頭 如何讓人們的生活更好 所以我以為 Ytri是一直在新興建 遊戲改變的新產品 過去8年 我們也不可能會更開心 這年來的參加 工研院院長劉文雄表示 相當高興同仁 能在愛迪生獎中 寫下8年以來最優秀的成績 工研院在愛迪生的獎項裡面 我們得到一個金牌 三面銀牌 非常高興的一個成果 我想大家應該知道 要得到愛迪生獎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情 它不但要有這種創新的一些研發的成果 最重要能夠走到市場 我想這個是我個人對於愛迪生獎 特別喜歡的一個原因 系數2024年工研院勇奪一金三銀 首先是拿下首面金牌獎的 創新雙標靶青光眼藥物 不僅能提高眼防水的排水功能 且降眼壓的效果 優於國際大廠將近三倍 我們只要單純用鹽藥水 然後我們加上我們的雙標靶 這樣的一個藥物的結合 那可以讓病人有很好的生活品質 這一次也透過這樣的技術的得獎 證明我們其實在新的藥物上面 台灣有自主研發的能力 那我們希望能夠進到這個眼科藥物 這個新藍海的市場裡面 那我們可以跟國際做競爭 奪得銀牌獎的細胞功能之藥 針對液體細胞治療而建立了精準 且標準的細胞篩選機制 能找出細胞最適合的治療用途 從而縮短篩檢時間 透過這個細胞 好的細胞對的細胞用在病人身上 那這些相關的技術 我們已經運用在國內的一些廠商 包括有用在這個所謂心肌梗塞的運用 還有在糖尿病這個病族的 這個傷口的修復的運用 至於第二面銀牌獎 高效捷徑聚脂溶脂脫色技術 則能在二到四小時之內 讓織物深層脫色 並回收出高品質的無色鋸脂原料 可提升紡織品 回收鋸脂材料的可行性 我們的特色就是它是有更低的 處理的一個溫度 我們的溫度可以在100度C以下 所以就等於是在整個處理的製程 是非常的低碳化的一個製程 那再來一個突破的關鍵點 現在很多從這些日本 美國這些國家 都是用有機溶劑 而且是非常高溫的處理環境 來去做進行的脫色 它們大概只能到70%的這個脫色率 這項水性的脫色技術 可以把脫色率提升到高達 百分之95%以上 我想這個是對台灣 甚至於全球的一個紡織產業 是一個蠻大的一個特色 第三面銀牌獎是高精密陣列之微型 MicroLED全彩顯示模組技術 它具備了市面上智慧眼鏡10倍以上的亮度 同時耗能比傳統智慧眼鏡少了一半 其實MicroLED顯示技術它其實跟節能 其實其實息息相關 像現在的電動車 或者是穿戴的一個所謂的產品 基本上都是面臨到所謂的耗能的問題 那LED其實大家知道都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省電 而且效率高的一個所謂的顯示技術 所以它當導入所謂的車子 或是未來的穿戴應用 它有包括高亮度 還有所謂的低耗能 甚至高沉浸 這幾個一個非常顯著的一個功能 可以解決目前穿戴是面臨到的一個 很難拿到外面去做使用 像現在的AR你走到外面其實就笨重 又耗電又看不清楚 這都是MicroLED可以解決的事情 四項獲獎肯定證明了工研院 在院長劉文雄的領導之下 持續聚焦以市場為導向的研發 積極厚實研發實力 展望未來 工研院將以更多前瞻性的創新技術 幫助台灣產業轉型升級 爭取更多的國際商機 東雲新聞團隊在佛州 邁爾茲堡的採訪報導